欢迎来到今天的王者之尊 我是主持人陈玉 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股市当中最厉害最神的王童王老师 王童王老师好 因为现在是有画面 所以我不能够过度的开玩笑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想笑 我非常想笑 因为大盘都跟我讲的是一样 先打个招呼 来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10月20号礼拜四咯 我们待会再公开王童老师一早的神讯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大盘中场下跌了30点 收在12946点 成交浪为2338亿元 老师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就先把你的神讯息公开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好朋友们好吗 我必须要强调 今天是有两通半 另外那个半通我不能讲 但是我那个半通简直是 哇太神了 太神了 加起来那个半通加起来就十个字了 而且老师很及时 非常及时 那有拿到的人当然是我的特别会员 还有就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要人物 对不对 那么内通他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就公开 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两通好了 来开始 那我们先来看看王彤老师一早9点15分发的神讯息 低通讯息 内容是 大盘已下跌63点开出 今天盘是低盘开出后还会下探 目前台积电有破底 大盘也破12809点 目前只能先静观其变 等11点后会比较明朗化 哇老师11点后台股真的有明朗化 尤其是台股12点之后 哇直接上去了 我在这里还是要插一个花 那么我给大家的一个及时语 及时语 内容讯息 是 我内容不讲了 但是我问你内容及时语是几点钟发的 9点54分 挺好 9点54分 9点54分 我先给你看一下 9点54分 我们先看大盘的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看到没有在这里 看到了 看到了 你看我的游标 我只在这里给你看了 是 好了 我们就开始看第二童排序 好 至尊大师在10点43分 发出了第二则讯息 内容是 各位 这两天台股市反映美国拜登对中国寄出晶片制裁措施的利空 因为这短线会冲击到台股供应链 现在观察盘面的千金股都翻红 指数也慢慢拉升 可见对利空反映已经逐渐淡化 今天会收黑 但会有长下影线 哇老师你最后一句话好关键哦 会有长下影线 早上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这个大盘会拉升 结果最后真的出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下影线 那我问你今天下影线有多少点啊 247点 如果说你不会算没关系 我们现在进一下电脑画面 来来来 最低是不是跌到277 对 最后收盘是不是跌30点 是 那两个相减不就是下影线了吗 很简单的数学 很简单的数学啊 然后呢今天会收黑 那请问今天收黑了没有 有啊 好 好了好了收黑了嘛 那请问一下 这种不知道神讯息叫什么 老师就叫神讯息 哎呀 重点是啊 在这个时候 有人会告诉你 会有长下影线出来 大概 全台湾就王同一个人 是啊 哇老师只有你讲得出来 而且只有你看得懂 对啊 其他人干嘛呢 吾沙沙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哇老师我知道 他们一定会说 因为今天大盘破底 台积电也破底 他们一定会说 赶快杀啊 啊对 赶快杀哦 不杀来不及了哦 对啊 那现在呢 我们先看一则 今天重要的新闻 你看一下 这则新闻哦 摆脱对中依赖 拜登 拜登是谁 你都知道嘛 我知道 杂金900亿 900亿哦 美金哦 美金哦 强化电动车 电池供应链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那现在呢 注意看里面内文啊 内文 这个用哪一家 用哪一家 这个都没有关系了 重点是在这里 拜登的目标是到2030年 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新车当中 有半数式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PHEV 现在啊这些缩写啊 因为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要必须要注意到它的缩写啊 以及50万座新的电动车充电站 好了 你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你这想什么 全世界都要朝向电动车的方向进行 是 那电动车要用到什么东西 电 电 不用电 大家是用电嘛 对不对 你要用电 还有要用什么 晶片 是 很多传感器是不是都要用晶片 对啊 讲到这个话 我今天顺便来提一个提外话 好 昨天呢 刚好因为有点事情 所以我顺便呢 也到我这个北头啊 我的一家轮胎行 去检查一下我车子的轮胎了 老师你要去修车哦 没有修车 我的说 我觉得好像轮胎有点点疑问 那我去给他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呢 刚好碰到老板 老板呢 跟我当然也认识嘛 我在他那边修车 换轮胎 已经超过30年以上时间了 哇 好久哦 好久哦 那那家车的那家轮胎行 在失牌那边 失牌北头那边也相当有名 好 我们现在讲的重点 那个老板 在昨天看到我的时候 就跟我讲一句话 王老师 王老师 我这里好多客户 都是你的粉丝啊 我说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他说 他们都跟我讲 每天都在看你的节目啊 是 那结果讲到一半 他老婆跑出来了 他老婆跑来问我 哎 王老师 明天要买什么 现在 在昨天在昨天 是不是盘跌的稀巴烂 对啊 跌很惨 跌很惨对不对 盘跌的稀巴烂 这天要买什么 可不可以进场 先问我可不可以进场 我说可以 大板进 他说要买什么 那我就告诉他两档 哇老师你告诉他两档 朋友嘛 对不对 你自己去买 那他今天没去买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今天呢 从底部算起的涨幅 都超过10%以上 哇10%也太多了吧 对啊 就从底部上来都翻红 还上去了 是 因为他没有跟我直接联络了啊 那也许今天晚上 今天下班以后 我就找他一下 问他 你买了没有 哇老师 这位朋友好幸福 好幸运 这个就是我昨天碰到的 实际案例 所以我今天特别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我讲的实话 对 因为那个老板 跟我的同姓 都姓王 都姓王 以后呢你有什么 有什么在北投那边的 万一有事情的话 我跟你讲 他这个服务都很棒的 我总共从30多年前 到现在为止 换了5部车子 每一部车子的轮胎 都在他那边换的 哇老师那你一定很信任他 我当然信任他 他家庭是很便宜 所以我说我跟他也认识 不是不认识 只是他昨天告诉我 这个讯息啊 我听都傻在那里 我说你的客户 他的客户一定很多啦 对 不多的话 不可能开30几年啦 对啊 对不对 不然开两年就倒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尤其是碰到前两年 最近都疫情啊 一定很容易倒掉 对啊 那剩下的 我今天还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啊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王瞳跟你讲 今天的利空 今天的利空不是今天出来 而是今天的利空是在前两天都出来了 那这个利空是什么 这个利空重点是 重点是拜登要修理中国大陆 不是在修理台湾 那中国大陆要修理他什么 半导体的问题 是 晶片的问题 那当然有拖累到台湾嘛 因为台湾有供应链的问题嘛 所以这两天叠是叠这个 那么这时候这个利空出来了 这个利空大家都知道了 对 今天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 利空已经淡化了 哇老师你漏太多了啦 那淡化了你要怎么办呢 自己想就好了 这顺便再讲到第三件事情啊 第三件事情是说啊 近期啊 我也很感谢有些朋友 跟上王瞳的脚步 那么我必须要照实讲 就是这些来参加我会员的朋友 都是大资金客户 大资金呢 当然数额很大了啊 所以他们才有资格去买普瑞啊 那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打啊 4966你看一下普瑞呢 好 4966普瑞现在价格就是700块 是啊 如果是散户 散户那买一张普瑞不是完蛋了 对啊 他什么都不要动了 所以我讲这个话的用意是说 我不是排斥 也不是看不起散户 是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资金规划 跟他的用途 对 人家资金是很大 至少上千万 所以说他们有办法可以去买大型 这个高价股 高价股买还不是买一张 可以买个三到五张 我不是也讲过了吗 我有个特别会员 735我叫他先出 他不要出 他说我可以报 他买了五张普瑞 是 对不对 但现在还在手上 还在赚钱 还在赚钱 对不对 因为我买的价位太低了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所以现在大家有观点 趁盘不好的时候 你要开始提前布局 尤其是布局 一些北比太低太低的超跌股 这才是你正确的做法 而不是一天到晚就说 哎呀我看到什么股票 不知道我都杀到 不是 你要先看一下 你的股票好与不好 那好坏总会看吧 如果你不会看的话 常常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好股票 是好股票 对嘛 所谓的好坏差别就是什么 就是看你的本益比 本益比太高的 那我跟你讲 就是反弹 他也只是弹一点点 本益比太低太低的 那我告诉你 他会弹一大段啊 对啊 讲普瑞 是不是现成的例子给你看 是啊 而且是老朋友 那我现在帮你讲的 应该很多啦 非常多了 所以投资片们 我们下半场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好股票 今天的节目 真的是很精彩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待会再回到 节目现场 不要走开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也欢迎您点赞 订阅王通老师的频道 想了解更多 股市的资讯 也欢迎您加入 LINE生活圈 LINEID是 小老鼠 KING5588 或是 拨打服务展线 026630 3221 欢迎持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现场 哇老师 你总是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都透露很多 而且老师 你不仅大盘涨得对 我们的个股也是红通通 也是赚钱 明明今天台股是跌的 可是我怎么觉得 今天台股好像涨了三四百点 对啊对啊 尤其是我今天也 需要再讲一遍 你看我这一通讯息 我这一通讯息 就是我第二通的讯息 有谁敢今天预告 告诉你 会有长下一线 哇老师 只有你讲得出来 只有我讲得出来嘛 对不对 这你不要变的事情了嘛 所以王瞳在那时候 10点43分就告诉你了 这个盘会如何 都讲得很清楚 对啊 而且都讲完了 都讲完了 是啊 那我相信投资票们 一定也很想知道 个股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档 4966的普瑞 哇老师 今天台股是下跌30点 而且还破低 但我们的股票是红的是涨的 那现在你们大家看 荧幕上可以看到普瑞的 今天上涨了17块 看到没有 看到了 好那现在麻烦你打个F8 好 我今天也顺便教大家一下 怎么看普瑞 我们买的就是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 这一天跌得稀巴烂的这一天 我们就在这里买的 那我那时候看普瑞 我自己心里面也吓一跳 这么好的公司 好这么好的公司 怎么跌到500多块啊 我也搞不懂怎么会这样子 那你会说 你怎么知道好坏 那没关系啊 你现在打个F11 好 F11 好你看看啊 普瑞的半年报赚了43.42元啊 看到没有 他做什么 我已经不用讲了 你们大家都很清楚 半年报赚了这么多 毛利率将近50个percent 只有股价是跌得稀巴烂 是啊 半年报已经赚了四个股本呢 股价跌到500多块 你说这不叫超跌 什么叫超跌 就叫超跌了 那超跌才会有超额的利润嘛 好你现在把他回去啊 ESC 好 你看一下 现在普瑞是不是这个情况了 今天已经705了 我再跟你讲啊 很快就上800了 很快就上800了 这上面根本是哦 尤其近期这边 都是在进货 对 不是进货 就是洗盘 就是把一些阿呆阿白 突然就洗出来了 现在都知道了吗 都知道了 老师我觉得这档感觉上面都是晴空万里啊 很轻松就马上可以上去了 说真的是 真的是很轻松啊 对啊 那有时候我现在想啊 这高价股啊 那今天是705你看到了 对不对 是 那么在今天以前是不是还600多块 对 600多块也是高价股啊 高价股怎么会这么轻松愉快的上去了 我心里也在怀疑啊 那就是证明一件事 筹码安定 是 现在知道了吗 都知道了 那筹码在谁的身上呢 当然是在有心人士的身上啦 是啊 而陈老师 重点是你还知道什么样的点位 什么样的价位要进场 在10月初的时候 你带会员朋友们布局完之后 那时候价位是在5字头 对 投资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是5字头 对 然后让会员朋友们赚到了6字头 赚到了7字头 然后让会员朋友们那时候还涨停板 先获利下车嘛 对对 735 我都讲得很清楚 735 我老代记得很清楚 是啊 然后后面呢 有人捡回来 有人没有捡 无所谓 没有关系 因为捡与不捡都不在乎 他手上还有一半 对 又真的高价股 是啊 我讲得还不够清楚吗 非常清楚啊 那会员朋友们真的赚得很开心 所以投资朋友们 你们想要赚块钱 想要买了这些个股之后 马上就喷出 马上就上去了 那你们一定要跟紧知尊大师的脚步啦 那我们现在再讲一句 再给你看 我们现在还在放在普瑞的K线图 请你看K线图 普瑞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破底啊 没有耶 大盘今天是不是破底啊 是啊 所以普瑞是不是比大盘强 当然是 就这么简单研判就好了 老师你都讲完漏太多了啦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话讲了 这么简单判断它好跟坏嘛 假如说 假如说大盘现在反弹了500点 假设大盘反弹500点 结果呢 还有的股票还在破底 那我告诉你 那些股票真的就是拜托你 不要碰 不要碰不要碰 是 碰了会 我相信你更清楚啦 哇老师你都漏很多耶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档个股 它就是2330的台积电 哇老师台积电尾盘又上去又红的了耶 台积电到今天 你们大家很多人都看不懂 为什么盘中破底啊 最低386完蛋了完蛋了 是啊 我有时候在想啊 有些逆空消息的冲击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逆空消息一来以后 你一定要先判断 它的冲击程度到底有多大 这才是重点嘛 像昨天我们讲昨天 昨天陈宇连跟我主持节目的时候啊 我还特别讲 还有昨天从早到晚一直 电视上在报道 一直在恐吓你 什么中国大陆要撤侨啊 说土地要打核弹啊 对不对 对啊 很多黑天的很多利空消息啊 光讲这个是不是 让大家都吓坏了 是 包括我的朋友在问我 老师老师 二国土地要打核弹了 结果昨天我在这里公开讲 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了 好不好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了 今天不讲核弹 今天讲晶片不能出 真的 每天在编故事 每天在编理由 好了好了 就算这些利空都是对的 那我就问你 利空来了以后怎么办 这才是你要应对的嘛 利空来了 我两手一胎 再见一妈是 是不是 那这样子啊 你肯定是个输家 是啊 这个我讲了很多遍了 那今天你看到台积电的表现了吧 都看到了 没有人会相信台积电会翻红 是 摆在眼前给你看的 那也许你会说 光看他这档不扣 好 我再给你开一档股票 6770 看清楚啊 叫利基电 他不叫台积电 叫利基电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来 拜托你打 K线F8 好 你有没有看到利基电 创了快两个月的新高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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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利基电 他的双底都成型了 双底都成型了 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么这档也是全职股啊 股本394亿啊 看到没有 是 哎呦 这也是一档全职股啊 那么利基电 做的跟台积电差不多 但是当然技术层面 比台积电小了啊 没有那么好 但是问题是 他已经开始发动了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积电也会上去了 是 王童今天又教你一招 哇老师 你其实透露太多了 不行啦 我没有跟你讲 看红海涨 所以台积电会涨 这次的两个是没有关系的 对 但是利基电跟台积电是有关系的 现在都知道了吧 都知道啦 所以王童老师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个股未来会发动 未来会出门 就像我们4966的普瑞 至尊大师也带会员票们布局完之后 股票是不是又上去了 而且你们现在回头看看 至尊大师带会员票们布局的点位跟价位 是不是就在底部就在低点呢 所以投资票们 如果你也想要赚到这样的股票 也欢迎利用广告的时间 拨通电话进来 跟紧至尊大师的脚步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也谢谢王童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主持人 也就会空中朋友们在明天操作顺利 付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智地015号